以如是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 五千多年来 对亚洲对全世界的人爱和平 世界和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今天的韩国人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重丝毫不减 他们知道人爱和平一定是从孝道开始的 这是一部韩国的纪录片 长达几个小时 专门报道中华传统文化 对大韩民族的影响 他们希望这种影响永远传承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文化是人性的教育 人道的教育 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国界的 人类得以生生不细的瑰宝 弟子瑰讲 桑三年长悲夜 居处变九肉绝 当今天的中国人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的时候 韩国人已经做到了 我会有继续的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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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了一天,尼鲁叔的所有家庭 在一起 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人 是否觉得像柳范秀先生这样的行为太奇怪了 很难让人理解 我们有这种感受并不奇怪 因为今天的中国人 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已经太陌生了 柳范秀先生这样的做法 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从汉朝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是如此 这两个字叫丁优 丁就是遇到了遭受到的意思 幽就是父母去世 儿女们忧伤 两千多年来 丁优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组织 具体的说就是官员的父亲或母亲 如果去世了 无论任何官员都必须离职 必须从知道善事的那天起 赶回祖籍家乡 为父母守孝三年 这就叫做丁优 丁优期间 不得进行婚嫁庆典等喜事 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规定 凡大小官员遇到父母丧事 逆而不抱着 一经查出 一律罢官免之 所以中国古人是以法律的形式 来维护人伦道德 其实就是维护天下人民的人性本善 在丁优期间 夫妻要分开 吃 住 睡 都要在父母的坟前旁边 停止一切娱乐和应酬 那么丁优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报父母的恩 孩子出生三年 离不开父母 时时刻刻都需要 爸爸妈妈的照料 所以父母在世时要尽孝 父母不在了 不是死了就死了 做儿女的要时时想念他们 至少在坟前守孝三年 以报答出生时 父母三年的养育之恩 所以儒家讲 慎中追远 明德归后 就是教育天下人 要好好对待父母的晚年 尽心尽力 使父母善终 去世之后 不要忘了 父母对我们这一生一世的恩德 要常常追思和怀念 这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万世以来 家家户户 历朝历代 都举行盛大仪式 祭祀先祖的原因所在 这不但是孝道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对人性本善的维护 父母和先祖对自己的恩德 是最大最重的 如果人连父母和先祖都不知道怀念 你让他去爱别人 爱社会爱国家 那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的人性已经扭曲了 基础已经没有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孝心 天下的人民大众 人心就厚道 家庭就和睦 社会就会祥和 反过来 人心就会刻薄轻薄 人情冷漠 自私自利 如果父母去世都没什么感觉 甚至还会继续吃喝玩乐 只顾赚钱 只顾工作 人们相信 他的人性一定是被蒙蔽的 就是在职位上做官也一定做不好 官员在丁幽期间唯一的任务就是为去世的父母守孝报恩 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返回来工作 这在古代叫做夺情 所以我们发现现代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误会的太深了 过去一直认为 校涕中信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 这种误会到了今天终于可以澄清了 国家命令他必须放下手里的工作 一定要赶回到家里去 为父母守孝报恩 这分明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的命令官员 为自己的父母家人服务 所以认为封建礼教是灭绝人性的就讲不通了 今天人们才明白 丁优这种古制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在维护着起码的人伦道德 保护着官员们起码的人性和亲情 这正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不敢违背丁优这种组织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法律规定一定是全国的官员必须先做到呢 道理很简单 国家也好 省市县乡村也好 官员正是全体人民的第一榜样 他们首先做到了尽孝 官员们人人都是大孝子 下边的百姓哪个还敢不孝敬父母 不遵守人伦道德 正像孝经上所说的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社会上对别人作恶 对别人轻慢的这种恶劣的风气就会杜绝 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孝经这部经典至少有二十多位皇帝曾经亲自为他做出注解 在全国推广和落实 这上面讲 亲爱和尊敬的最高尽头 也就是尽心尽力的奉侍父母了 这样的德行就会感化所有的人 官员们人人都是大孝子 下边的百姓哪个还敢不孝敬父母 不遵守人伦道德 也就是说垂范天下 所谓一人有庆 照民赖之 一个长官 他敬爱父母 先做好人 整个这个地区的人民就可以依靠他了 所以 孔老夫子说过这样一句话 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的季康子 向夫子请教执政的问题 他问道 如果惩罚或者杀死恶人 成就有道德的善人 怎么样 孔老夫子回答他 子为政 您是一个主政的人 何必用刑罚和杀戮的办法呢 子欲善而民善矣 你自己做个好人 老百姓就好了 君子德风 小人德草 就是说官员也好 老师也好 家长也好 都做正人君子 就像刮风 而下边的百姓 或者家里的孩子 学校里的学生 就像大地上的草一样 风往哪边刮 他们就往哪边倒 就是草上风闭眼 所以不要怪草 导错了方向 根本的原因 是风的方向错了 我们不能怪老百姓不好 不能怪家里的孩子不好 不能怪学校的学生不好 一切乱象和灾祸的根源 要想化解 前提必须是领导和教育别人的人 自己要先明理 要先做到 所以孔老夫子的这句话 说得非常明白 你何必要去抓那些恶人呢 你只要自己以身作则 所以子为正 焉用杀 也就是说 对待坏人 对待恶人 你何必抓他 杀他呢 即使把他杀死 他死的时候 也还是一个恶人 如果用教育的方法 他是完全可以像风下的草一样 改变自己的方向 变成一个好人 也就是说 人是教的好的 法治只能解决一时 不能解决根本 所以恢复人性 保护人性 是最最重要的 弟子规上说 善三年 常悲夜 居处便 酒肉绝 说的就是普通人都要做到的 都要遵守的人道的规律 所以今天许多人看不起弟子规 说这是教小孩子的 不错 弟子规上的事情 古代小孩子都做得到 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大人 包括官员 家长和老师能做到吗 那种感天动地的孝心 今天再也找不到了 原因就是弟子规的教育 人道的教育丧失了 当我们看到韩国的柳范秀先生 善三年 常悲夜 居处便 酒肉绝 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惭愧 那本来是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先祖 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传统和教育 而现在我们竟然一无所知 甚至还会耻笑他们 这是多么令人可悲和难过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 他们对古人讲的话完全看不懂 也听不懂 但开口就批评 就说那是封建糟粕 其实最后吃苦受罪的还是自己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韩国人对中国的孝子也充满了敬意 他们大力在国内宣扬 号召国民尽孝 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몇年前 中国에서 한 다큐멘터리 프로그램이 방영되 큰 방향을 일으켰다 자전거 술에 98세 노머를 모시고 중국 전국을 여행한 아들의 이야기였다 아들의 나이는 74岁 늙은 아들은 평생 고향 바깥으로 나가본 일이 없는 어머니가 불쌍한 생각이 들어 이 여행을 시작했다고 한다 이 자전거 여행은 3년이나 지속되었다 If you care or easily 이나 그 See 尝尝面 这是韩国的一位母亲 在责打和教育她的两个孩子 父母教需静听 父母则需顺承 他们真正懂得好人是教出来的 坏人也是教出来的 人生的第一位最重要的老师 正是孩子的父母 父母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你的语言 他们为什么善于自我年轻ED 他们为什么善于自我年轻盟 自己就想善于自我年轻盖 对于自己的刑ji 碎容成为一位的老师 他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是所有发生的这个 我先去 我先去 这些贡献的贡献是发生的发展 我再不 Moto我 我再二部下再一爪 我真是不孤行 你又要不孤wn奴 我再有一个 又能 我老师和楼梦 我不是 这种字诶 我永烈鲁 我永烈的字幕 我永烈钢 你是永烈的不孤 соб 这种字幕 一句的字幕 同意 是一句 这些动画片是韩国人花巨资制作的 讲的全是中国历史上24校的故事 他们知道这些是人性的基础 古常的女生是被子的父母 子的孩子在家出生後一生後悔吵鳴 還在家云生的女生 母奶奶都被子女生 武者後三百多年以後 她是營大文 celebr 她就是名古代的女生 皇자的身體 山都行啊 是alyst中的女生 寫的母親 她是榮類似的 一天天像全国播放这些 就是家庭和睦天下太平的最好的教育 温不高设仑紧三阶会 温不高设仄 六天天下 ,偶尾的山串 老人以为公家身夙的標类 后来,母亲身够的切子 写的 Lilian,母亲身够了 冬天下年夜,母亲身够 Прora 在清华大学上科生面试考试时有一道题是这样的 清华大学自招面试的时候这么一个题 孔子和老子打架你帮谁请问 陈老师你帮谁 这个问题非常的令人悲哀 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官员到国外去开会 国际的会议 在场的有韩国人日本人很多国家东南亚 我们的官员发言当中管孔子叫孔老二 韩国的官员全体站起来退场 抗议 韩国人 他们学儒家的东西 当他们的大学生知道孔老父子 孔子不是韩国人的时候 内流满面 我们 在看日本 他的鞠躬礼是从唐朝学过去的 德国人三分之一的家庭看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 韩国三星集团 据说外派人员必须要会被论语 七十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八十年代 在联合国开会 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难题 所有的灾难到哪里去寻找 最后大家一致公认地到两千五百年前 孔老父子 中国的孔老父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们再看现在出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我们骂自己的先祖 而且是骂先祖当中的圣仙 我如果是个学生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题 我首先认为 他对我不负责任 为什么呢 孔子是万事失表 老子 道教的 可以说大家最尊敬的 十足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学校的老师 能不能这样讲话 老子和孔子打架 你凭什么这么讲话 你凭什么这么戏虐 你凭什么这么无理 我是不是教育部部长 我是教育部部长 我就会把他们叫过来 是吧 不是没文化是缺德 你怎么让后人评价你 这些老师 你出这么个道题什么意思 你是侮辱先人 还是调侃 还是什么 老师 古中国人讲 师道尊严 老师光了一做 他是个老师的样子 我们现在看老师像摄像人 演小品 像这些明星 我们不是说看不起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什么呢 而是要明白 这一生疾胸祸腹 我们靠谁 靠老师 如果老师都像演员 都像明星 我这儿子 我这女儿 我这一家人的 这个教育谁来管 你们说话都不着调啊 这叫考试题啊 所以说我们做老师的要反省 要反省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题 老子和孔子打架 老子讲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所以他所崇尚的是不跟人争 孔子讲 人者爱人 他是将家人先问几 推几几人 他更不会跟人争 所以你做哪里的老师 你出这样的题 哪一国的孔子和老子 你无知啊 不堪疑问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完全的混乱 让人家笑话 温总理所讲 我们要过有尊严的生活 老师有尊严吗 老师没尊严 愿谁 你看他问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 我是没有受过这个高 这个名牌大学的教育 但是我知道 名牌大学这些问题出在哪里 可见 我们所受的教育 是需要反省 我讲的是有道理的 绝不是说 我们明信 人总得有起码的敬畏之心 你在拿谁调侃 敢拿这种圣人调侃 我们父母都是凡夫啊 那他骂你父母 那算什么 骂圣人 调侃圣人都可以吗 都可以 都可以大雅之堂 都可以考你吗 所以我们想 价值观是怎么混乱的 学生是怎么教坏的 年轻人 学生为什么不像学生 原因在老师不像老师 家长不像家 今天混乱的原因 原因在失教 就没人教了 没人讲了 这个新闻报道 发生在2011年的5月 这是一些光着膀子的女子 她们吸引了很多的摄影者 她们身上画着彩绘 衣服已经脱得差不多了 在大众面前 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女子 搔手弄姿的开始表演了 但是你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就是神圣的孔庙 是千百年来 我们炎黄子孙 祭祀和怀念万世世表 孔老父子的地方 在今天的全世界 有两千多座 庄严神圣的孔庙遍布各地 许多的国家 许多的民族 都和中国人一样 无比的感恩和怀念 我们中国这位伟大的圣贤 但是在全世界 没有一处孔庙 有人胆敢做出这样的表演 现在全世界的人们却看到 在孔子的故乡 中国人敢这样做 价值观错了 一切就都错了 因为在相当一批人的眼里 金钱和美女才是第一位的 而灿烂的中华文明 伟大的古圣先贤教导 既是陌生的 也是没用的 至于中国人的脸面 和神圣的尊严 更是想不起来的事情 只有多赚钱 只有这些裸露的大腿 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是古朴的南方古镇 代表着中国最典型的传统文化的韵味 现在也开始了这样的表演 这些女子也是衣服脱的不能再脱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上场 看到这一幕一幕的新闻 让人想起孔老夫子的论语 有这样一句千古名言 叫做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很可惜 一直以来 很多人并不了解这句话真实的意思 忍这个字在这里是忍心的意思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句话就是说 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忍心去做 那么人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去做 不敢去做呢 韩玉说过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老师对于学生这种心肖死私方进 蜡锯成灰 泪是干 但是最近呢 云南大学有一个副校授 他的一番言论 彻底颠覆了两千多年来 人们对于教育和教师的理解 最近呢 尹小斌 就这人 他在全国性的一个研讨会议上 提醒教师同行 他怎么说的呢 说老师啊 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到教学工作上 这是属于一种毁灭自己 照亮别人的行为 就拿自己举例子 说我自己只是把三分之一的精力 用在教学上 这个尹小斌就毫不客气 就反问学生说 我开的是五十多万的宝马 我就不堵车吗 那我怎么没吃到啊 那第二个例子 是课堂上接电话的 有些现在手机都人手一个了 有些学生课堂上手机想了接电话 这尹小斌就毫不留情的说 把你那破手机过扔掉 你用那手机 我去年八月份都用过了 你都过时的 我的手机号码里头有七个八 我这样的电话号码 你买得起吗 所以看过这个言论呢 网友就纷纷质疑了 说那您这 您是在教育学生呢 还是在显问 而据了解 这个尹小斌 他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了解这个身份之后 网友恍然大悟 您说这个教学经历 不有限才怪呢 难怪他自己说 三分之一的经历 用来教学 他这外头还 事还多着呢 挣的钱可多着了 他也不指着 上课这一个事来挣钱 那他当然只能拿 三分之一的经历 放在教学上了 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媒体方面 新京报有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 炫富教授多了 大学精神必毁 那文章就说呀 要这样的老师多了 那咱们学校肯定完了 课堂上他这种炫富 更能看得出来 这种拜金主义的理念 已经是深入他的骨髓 但是不管你怎么样 也不能蔑视其他教师 全新教学 拒绝外快 更不应该把功利主义 当作绝对的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 秩序是永恒不变的 就像太阳出生 月亮落下 社会秩序和天地自然的秩序 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这个社会秩序就是 市农工商 这个千古不变的秩序 使中国社会平稳运行了 五千年以上 而现在市农工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都成了商 这个话怎么讲呢 就是各行各业都变成了商人 在古代 市就是读书人 他们即使再贫困 社会地位也永远排在最前面 因为这些人 是传承着圣贤教育的主流人士 他们将影响和决定着 这个国家和社会 不会偏离古圣先贤教导的方向 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结果 所以读圣贤书 学圣贤书的 市人们的地位 在老百姓当中是最高的 市之后是农和工 最后才是商 也就是商业和商人 看到这里 现代的人们就不理解 既然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民族 那么为什么五千多年来 中国人一直要把商业和商人排到最后 也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但比读书的世人低 甚至比农民和工人还要低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很深的 商业和商人 确实能为社会和国家创造财富 但必须要加以意志 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社会的主流 社会的主流必须是伦理道德 通俗的说 也就是由古圣先贤的教育引导着 伦理道德永远是排在这个国家和社会第一位的 而金钱和财富这些东西一定要排到最后 这样的社会秩序或者说国家秩序绝对不能改变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长治久安的基础 历朝历代 明君贤臣 人人治世 无论朝代怎样更替 但这个秩序从来都不敢改变过 否则就会带来极大的灾害 也就是说 如果把商排到了第一位 排到了最前面 人人都想去经商 都想去做买卖发大财 那么谁还会愿意安心种地 安心做工 安心给学生上课 安心给病人看病呢 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 要养活多少亿的人口 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农民种地 工人做工 老师教学 医生看病 而是大家天天人心浮躁 都想着找机会去发大财 那将面临着相当危险的局面 说到底 商业和商人的特点 是专讲财富 而财富是人之大欲 是人人所必争 而竞争的原则 必然是损人利己 古今中外 没有一个竞争者 会首先考虑 对方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失 这正是竞争的性质和特点 人们只要竞争 他的原则往往是弱肉强食 不择手段 那么结果 人人都变成自私自利 想着损人利己 在这个时候 要想实现社会和谐 那该是多么的困难 而在西方 西方人的历史是重商主义 也就是最推崇 最看重商业和商人 重商主义的核心精神认为 财富只有那么多 不是我得到了 就是被别人得到了 所以西方人发明了一个名词 叫做零和博弈 简单的说 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甚至人和人的关系 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因为财富只有那么多 自己得到更多的财富 就必须要建立在 其他人损失的基础上 所以 以各种手段侵略和掠夺 就成了西方经济学当中 天经地义的真理 在这种指导原则下 为了争夺海外贸易 在欧洲各种战争频繁爆发 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 英国用武力 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 打开了大门 迅速扩张成为一个 太阳不落的帝国 在这个帝国里 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 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 英国的经济学家 杰文斯1865年 曾这样描述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 是我们的玉米地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 是我们的民区 澳大利亚 有我们的牧羊场 秘鲁送来白银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 流向文敦 印度人和中国人 为我们种植茶叶 我们的咖啡 甘蔗和香料种植园 遍布东印度群岛 我们的棉花 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 现已扩展到地球 每个温暖地区 看看历史书就知道 西方社会今天的繁荣 它的基础是来自于当初 靠海盗起家 靠尖船力炮 靠侵略 靠掠夺其他国家 建立殖民地 发的横财 这样的结果 必然是压迫和反抗 竞争和斗争 最后就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 海湾战争也好 恐怖战争也好 这就是把争夺财富 放在第一位 使人人所必争 竞争和斗争 最后就是战争 把商业和商人 放在第一位的重商主义 所带来的后果 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 叫做伦理道德 这个规律 在社会上 所表现出来的秩序 就是市农工商 一旦把这个先后秩序破坏了 把商排到第一位 也就是把竞争财富 放在第一位 把伦理道德 抛弃到后面 那么一国之内 就会人人相争相斗 一个世界之内 就会国与国相争相斗 最后必然是弱肉强食 你死我活 走上绝路 看看历史 果然如此 人类这一百多年来 人人都想发财 各行各业都像做买卖 什么身份看上去都像个商人 这些正是西方重商主义 在全世界泛滥的一百多年 也正是西方社会高度发达 和繁荣的一百多年 同时也是全世界上百个殖民地国家 被侵略 被剥削 被欺压的一百多年 也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多 死伤人数最多的一百多年 当然 还是各种天灾人祸 严重爆发 自然环境面临崩溃的一百多年 这就是人类社会破坏了正常秩序 把伦理道德抛在后边 把商业利益和发财致富 排在第一位的结果 这当然也是挑战自然规律之后的结果 所以自然规律是绝对不能改变 不能挑战的 一旦挑战它 改变它 随之而来的 必然是混乱和灾祸 所以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世界也好 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到什么时候 文理道德永远是第一位的 也就是说 社会秩序是人道 自然秩序是天道 人道和天道本来就是一致的 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够把欲望排到第一位 所以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世界也好 要想实现和谐 它就应该遵守天然的秩序 那就是 事 农 工 商 事所代表的是伦理道德 而商所代表的却是欲望 他们的位置绝对不能颠倒 到什么时候 伦理道德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把这个秩序破坏了 那灾难就开始了 比如我们刚刚看到刚才的新闻 堂堂的大学教授 竟然公开宣布 老师们不要全心全意教育学生 而这位老师自己竟然是开着宝马车的三个公司的独立董事 也就是室不愿意做事了 都去经商了 室和商真的颠倒了 那么这难道不是学校和学生的灾难吗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父母教》 《父母教》 《书静听》 《父母则》 《书睡成》 落实弟子柜 做好中国人 《书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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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